尽管如此 到了1993年 本地第一家民歌餐厅牧传诞生 掀起了到民歌餐厅听歌的风潮 牧传民歌餐厅因为冠病疫情的影响 在去年1月停止营业 老板董敬廷当年也是受到 台湾民歌餐厅的启发 而决定把这个概念 连同泡泡红茶饮料带进新加坡 打响了餐厅的知名度 我如果要开这样一个地方 完全不卖酒 不抽烟 其实很多人跟我讲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发现其实台湾的创意非常好 他们的茶有几百种 咖啡也有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第一个引进了 就是泡沫红茶 很多人那时候也不知道泡沫红茶是什么 所以为了要让他们知道 这些饮料我们用歌曲去取代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歌 我们有一个饮料叫吻别 因为那时候那首歌非常红 静廷也不惜重金 请了不少当红艺人前来助阵 跟本地助唱歌手交流 这些歌手其实那时候是信心学者 他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跟张雨生 或是周华健或是李宗盛 他们可以聚在一起那么近距离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沐传的歌手就很努力 所以那时候沐传歌手口碑非常好的 沐传民歌餐厅随后也带动了其他民歌餐厅陆续开业 其实早期的民歌餐厅也孕育了不少本地歌手 陈伟林 永邦这些后来都相对上是成名的歌手 其实都是从民歌餐厅里面出来的 以前我们很幸运 很多人想唱歌的话 就会想要去这样的一个地方 现在很多人有不同的频道去听歌 他可以去YouTube 可以去Facebook 然后他 而且是免费的 我常常会跟歌手说 你要敢 如果有些客人特地下来 坐在那边听你两个小时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 你现在不只要会唱 要会弹 要会作词作曲 你甚至要会变魔术 开玩笑 十八般无一旅都要会 真的 沐传民歌餐厅 目前已转向线上直播的方式 让歌手有个培训和表演的空间 老板董静廷依旧热爱民歌餐厅的氛围 因此不排除在疫情过后重新开业 因此不排除在疫情 保护主持人类的横� 新開署的影响 愿者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